來看到我們的金牌選手李楊搭配林玉婷 昨天一同為品牌來站台 說到兩個人相親之後呢 不只是有國光獎金的 這各大廠商也紛紛找上門來 讓兩個人的荷包賺滿滿 所以他們也直呼啊 很榮幸 感謝大家愛呆 同台讓在場人嗨翻 奧運金牌羽球男雙國手李楊 因為出國沒有現身英雄大遊行 十八號下午四點半 與臺灣前後林玉婷降臨信義區 出席運動機能品牌活動人氣高 兩人同台放鬆 過去金牌合照更被譽為是傳承 都有金牌獎金會怎麼用 外界都很好奇 兩位金牌都會將獎金回饋給社會 拿下二連霸奧運金牌的李楊 人氣紅不讓 不只有手機品牌 還有刮胡刀 以及酒類和受險的代言合作 李玉婷是反霸凌大使 跟代言衛生棉荷包賺寶寶 回國第一個代言就是公益大使 我覺得這個身份非常的好 而且我也非常榮幸 因為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鄉金之後成了各大廠商的寵兒 8月23號還會一起出席 台中石缸熱氣球嘉年華 晚上再回到台北參加微風信義職業 紅毯之夜其實還沒有太多的想法 但只能說大家盡情期待啊 就是希望當天我們可以擁有最好的狀態 然後最華麗的方式登場 給大家有不一樣運動員以外的樣貌 羽求全棋金牌的好交情 加上優質努力形象 以及回饋給社會的心持續圈粉 記者將去葉志雄快報道